老公跟我講一句話說 寶貝 我算了一下 我們家的這個經濟狀況 我覺得我們可以買一台 好一點的雙B的車 因為她老婆楊皓如啊 必須的好不好 然後她就說而且 換一台車之前 要不要先多買一台推車 今天這句話最公道了 我跟你講她還真的耶 她還買新車的時候 還把我們家推車拿過去 真的試試看後面放不放得下 她有在順從我的意思 然後她就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她說我希望我的人生 我是一個男人 40歲之前 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可以開到一台百萬名車 然後我就覺得那也好吧 陪她去看了一輪 其實很多百萬名車都看過了 最後她決定要買的是賓士 然後她買了賓士之後 她又開始覺得自己 好像有點暢秋 因為這樣開去公司 老闆 客戶看到 你賺很大 被家族長輩看到 長輩會覺得說 怎麼不多存一點錢 然後小孩都兩個了 怎麼不想換房什麼 長輩又會念 所以她就 把我拿出去當擋箭牌 而且這個事情我還不知道 所以有一次我 跟她的公司同事碰面 她公司同事看到我才說 妳知不知道 Michael真的很愛妳 他真的對妳很好 他說因為妳在這個圈子 妳在這個演藝圈 人要衣裝 佛要精裝 他說妳需要 他每次來接妳的時候 停在電視台門口的 就是一台賓士 所以她就把家裡的這個開銷 挪了拿來買這個雙B車 來接妳下班 因為她說妳們演藝圈 每個人都開好車 妳也不能輸 妳這樣要求她 沒有 有人是每天坐計程車的 對 她就把駕禍到我們身上 然後在他們家 不是我 不是我好不好 男生對車就是很難抗拒 屈哥也是 就是他自己的夢想 然後在我這邊說 我想買一個車 然後在外面說 我老婆妳知道她在演藝圈 演藝圈都是這樣子 妳又想講屈哥怎麼樣 妳可以放過屈哥嗎 不是 他就很愛講說 他為了我好 要多愛我 多體貼我 然後買了一部車給我 可是重點是那個車子 也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其實這個人 對車子的慾望沒有 真的沒有很大 一年一整年都來接我 也不過就兩次 沒有我身上 那其他的 那兩次都很安全 那兩次有什麼用 那兩次 你們男生自己老實說 是不是覺得 老婆說的這句話非常的好用 金銘詹有沒有 有 是不是 龍爺有沒有 有 你有沒有什麼例子 其實我老婆說的這個 這句話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我每次用這句話 因為老婆 大家都說 有一群朋友每天 就是約打籃球幹嘛的 可是我下班就一兩點嘛 老婆說真的可以去啊什麼的 可是我自己真的寒冷 所以我跟大家說 那就這句話的話 就是大家都不敢說什麼 就這樣 咱們來看 生氣指數99%的是什麼 你這兩天這樣 你回去敢對你老婆這麼 啊啥 你說我以為這個是她的臉是不是 對 會更大一點 剛剛腦海中就是 沒有 來 99會讓人家最生氣的是 講好的事情做不到 逼得女人很抓狂 對 尤其是生活中的小事 因為以上剛剛講的 就可能偶爾會發生 比如說偶爾去台中玩 偶爾拿 就是 女朋友來當擋箭牌 這是偶爾發生的事情 但生活中的小事是天天發生 比如說 上完廁所之後 永遠就是馬桶蓋旁邊一圈尿 然後馬桶蓋也不翻下來 然後不鎖門 因為我之前就是我一個人住 我單身的時候我一個人住 所以我出門一定會鎖門 然後我起床一個SOP就是 起床之後會折背 然後刷牙弄一弄出門 我回到家就是鎖會開兩道 你就會知道說我媽沒有來 或者是家裡有沒有 譬如說小偷啊或什麼的 然後就自從我跟我男友交往之後 然後他起床都不鎖背 我就第一次發現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一進門 我以為招小偷啊 沒辦法 一定要責備啊 我覺得你這個想法 你這個想法真的很好 像我也 活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沒有辦法做到 把馬桶蓋拿起來 你這有多危險嗎 哪裡 危險在哪裡啊 不是 就是他沒有把馬桶蓋放下來 就是女生半夜就是睡眼朦朧的時候 上廁所會跌下去耶 這很危險耶 沒有 所以我馬桶蓋 就一直擺在那裡啊 就是你隨時屁股可以坐下去 但是我還是會尿在馬桶蓋上面 那你家男朋友 那你家男朋友 浩如有嗎 也有 因為我是兩個小孩 然後交代男生的事情 我老公就是沒有辦法辦好 我第一個孩子一歲的時候 兩個就沒辦法 像隔壁那四個不得了 是不是 所以我都不交代的 第一個 我第一個老大一歲的時候 周歲是很盛大 都要抓周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是請御嬰 所以我小孩的抓周趴是我來辦 訂了親子餐 請了所有的親友來 很盛大 然後兵竹靜環 非常有面子 然後這一胎是妹妹要一歲了 就前幾天1月9號的時候 因為我這一次是在上通告 我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大家都錄春檔比較忙 那我老公是外商 他剛好這一陣子最閒 他老外從12月25號聖誕節開始 老外就休假 一直休到跨年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妹妹的這個周歲趴就該你來辦 他一直到12月30號跨年那一天 我們在澳門 我問他說 你台灣的餐廳訂好了嗎 他說沒有耶 我說那9號妹妹就要過生日了 親子餐廳呢 然後你有跟大家通知好嗎 他說沒有耶 回去再說 我說你約人家來我們的 你不用先講嗎 餐廳你覺得隨時要包場 你就包得到嗎 他說沒那麼難 好 回到台灣了 1月9號生日 1月8號 我問他說明天要去哪裡過 他說沒有弄耶 沒有弄好 然後我就說那妹妹呢 妹妹的生日抓抓在哪裡抓 他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那個我們那個1月8號晚上 就去哥哥的那個上的籃球課 籃球場隨便過個生日 買個蛋糕去籃球場過好了 他說不然你也來不及了 然後我已經一把火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好吧 那我通知一下 他們籃球場的那些同學 小朋友 爸爸媽媽 說我會帶妹妹過去過生日 然後也都跟那些家長們 也都講好了 小朋友也都知道 今天去上籃球課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的妹妹要過生 下課之後有蛋糕 對 結果我老公到籃球場的時候 因為我是下完通告趕過去 然後我婆婆把我的小孩帶過去 我一到籃球場 我就說蛋糕呢 我老公就說 我沒有時間買 我說今天 我說今天是 妳老公是林書豪嗎 他說我沒有時間買 我就說 可是我跟全部籃球場的小朋友 都講好了 太不用心了吧 這可以定價整個便宋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反正明天啊 明天1月9號 早上我們在家吃個早餐 隨便自己過一過就好了 我說不行 全部的小朋友今天都知道 家長都知道了 你們兩個溝通有問題耶 然後每個家長都來問我說 就有媽媽 提了一大袋的樂膏 要給妹妹的 還有人有包紅包要給妹妹的 妳連蛋糕都沒有準備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呢 還有媽媽去問 還有媽媽問我老公說 妳今天怎麼會連蛋糕都沒有 如果你真的來不及買 妳趕快APP我們一下 我們其他家長先買一個 因為我們來上籃球課之前 每個小朋友我們都說 趕快吃飯… 等一下上籃球課有蛋糕要吃 每個小朋友今天都好高興 然後直接吹辣子 對 然後那些媽媽就說 妳就APP一下我們 妳沒時間買 我們也可以去幫妳妹妹買一個 沒錯啊 然後我老公就 我老公還回他說 講夠了沒 那就是沒買啊 跟別人媽媽這樣講 純心要拚了就對了 拚個什麼 拚未來是不是 她就說到底要講幾次 他說這件事要講幾次 就是沒買啊 這真的很過分 但是妳老公有一部賓士車 對 妳應該找機會把它燒掉或吃累 這樣我們小孩沒有推車跟蛋糕 妹妹好鼓勵喔 那些禮物都還是前一天人家送了 就是在家自己就隨便抓一抓 然後但是哥哥的時候 我是去 然後你看這哥哥 哥哥的時候是在餐廳 皓如 如果回到第一章 我看到妳女兒抓粥的 其中一個選項是電文拍耶 那是什麼 雨球拍啊 雨球拍啊 沒有 其實 木幹 電文拍也OK 清潔公司總經理也OK啊 什麼電文拍哪裡 不是 那個紅色的人 像是垃圾桶還是什麼之類 紅色的那是那個油桶 那個油桶 存錢的 就是可以當公務員 以後長大成為彎腰油桶 對 公務員女生很好啊 然後哥哥的時候 我是包一整個餐 你放假在那邊 生完兩個都這樣 不知道生了四個人 到底會怎麼樣 這只是蛋糕一件小事而已 對 其實他也答應我 很多的小事他都沒有做到 我覺得這就算了